蓝望鸡眼看某人羞到脸都快埋桌子底下去了 想说不用 但心里又实在想 在他纠结犹豫时 害羞的人突然抬起头来 接着一块虾肉滴到了他的嘴边 蓝望鸡惊恶到甚至忘记了张嘴 快点 某人小声催促他 小脸显而易见地透出了粉意 蓝望鸡在他的催促下 张开嘴 咬住了那一只虾 一帮吃瓜群众还没回过神 小的仙鼓起掌来 喂喂 包比 喂 小手指着 告诉伯伯 蓝溪尘被他可爱到 镜头调转 拍向了小家伙的蒙太 然后打开微信 点中了一个对话框 把高精图发了出去 发了 您未来儿媳 还有您乖孙 别再催了 远在中国的蓝宅 早已躺下的男人 对床头柜传来的手机震动声叫醒 他打开手机 看见了儿子传来的视频和照片 看到视频里两个被起哄的大人时 会心一笑 待看到后面的小肉团 眼睛舍不得移开 真可爱 瞧瞧这眼睛迷的 赞蓝青横的眼里 小孙子 哪哪都好看 胖嘟嘟的 又乖巧又漂亮 眼睛咕噜噜 一看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真想抱抱 亲亲 蓝爷爷这心呀 都快飞到人身边去了 苏语呀 咱们有孙子了 你知道吗 忘记有喜欢的人了 还生了个大胖小子 经过了很多曲折 现在可算是苦尽甘来 你安心 你安心吧 蓝青横抚着孩子的脸 想起病逝的妻子 心里男人痛苦 这头 吃瓜群众上了瘾 卫音被人起哄着 又为了人好几口 最后不干了 好了呀 蟑螂 你等着 其他人大笑 蟑螂 这么多人起哄 怎么就逮着我一人放狠话了 卫星辰 不许笑了 蟑螂朝人儿子放狠话 叔叔一点威严都没有 小家伙很不给面子 笑得更开心了 咯咯的 口水顺着嘴角往下躺 蓝忘记仰起嘴角 卫音喂给他的每一块肉 都像掺了蜜糖 填到心里去 这顿晚饭 每个人都开心 卫音甚至喝了几杯水果酒 酒精上了脸 白皙的皮肤泛起一层 淡淡的红蕴 如同日出时的霞光 灿烂而温暖 虽然人还是清醒的 但眼神中带出一丝迷醉 闪烁着不一样的风情 蓝忘记看呆了眼 大哥抱着孩子 提醒弟弟扶着人 一开始还不敢动手的蓝忘记 眼看卫英没有反驳拒绝 便伸手扶住了他的手臂 音乐家朝天翻了个白眼 他现在是发现了 木讷比愚蠢更让人抓狂 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但蓝忘记不管是谈吐 还是间接 都透露出他有一颗比常人要聪明的脑袋 可就是在感情这一块 他有些木的可怕 明明可以趁机会搂腰 他非规规矩矩扶着人的手臂 他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某人的大哥就是专程来扶持弟弟追老婆的 这大哥也推好了 不仅要请客吃饭 还得当保姆带娃 外加充当弟弟的恋爱推手 哎 只是这成果呀 貌似不值花的几万块 进电梯时 明明五星级酒店的电梯宽敞得很 音乐家非把那来循规蹈矩的人挤到角落去 蓝忘记忘了他一眼 怕卫英摔了 急急把人抱住 音乐家面对某人的注视 一脸坦然 眼神中透着一丝恨铁不成钢的笔试 蓝西辰看透一切 低头敏笑 还得是搞音乐的直接了当 自己还是过于收敛了 酒精上了头 卫英有些晕 他以前很能喝的 不知道是太久没喝 还是生完孩子后 体质变了 几杯水果酒就能让他晕妥妥了 被人一撞 他倒进了蓝湛的怀里 差时被熟悉的檀香味笼罩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卫英觉得头没那么晕了 这怀抱好暖 他有些贪恋 舍不得起来 两人的身高差 他的脸颊刚好靠在某人的颈膊间 鼻尖朝着人的脖子 体香味最浓的地方 他头部晕 却感觉自己更醉了 而蓝忘记被人枕着筋膀 大气都不敢喘 就怕喘息声大点 某人就被惊扰到 又再次逃跑了 两人最近的一次拥抱 好像是在宝宝住院进急诊室时 卫英因为害怕才让自己抱的 以前想尽办法往自己身上扑的人 突然有一天 自己连碰一下人都是奢望 蓝忘记心中无限的惆怅 五星级酒店的电梯不仅宽敞 速度还快 蓝忘记觉得自己的肩膀还没被捂热 就到一楼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卫英也不好意思再赖在人身上 揉着眉心站直了身子 抱又变成了福 怕叫车麻烦 蓝熙尘让司机等着 包下了他一晚上的时间 上车时 音乐家再次发挥他在感情世界里运筹帷幄的天赋 自己主动坐到了副驾驶位 让蟑螂情侣雅坐中间 蓝家四口坐最后一排 上车前 他还朝蓝大哥几眉弄眼 蓝熙尘秒说道 打了个OK的手势 卫英先上车 坐在靠窗的位置 蓝忘记毫无疑问就坐中间了 蓝熙尘抱着小侄子 小肥猪吃饱了早已糊糊大睡 一上车 蓝总就开始发挥他优良的学习能力 孩子其实竖着抱也行 可他非把人家横过来 平躺着 这样一来 后座的空间就变窄了 旺鸡 坐过去一些 挤到宝宝的脑袋了 不行 他的腿弯曲着不舒服 再过去一点 就这样 蓝旺鸡屁股一点点往右挪 他又怕压到某人 腰尽量挺直 屁股尽量聚拢 从后视镜望去 某人的姿势怪好笑的 音乐家对着后视镜竖了竖大拇指 这样的姿势 维持个几分钟还行 从酒店回到公寓 至少得四十分钟 再加上堵车 以及汽车行驶过程的颠簸 蓝旺鸡身子很快就摇摆不定了 往左 孩子的头就在 当然蓝西辰不是不顾孩子安全 他一只手横在中间 就算蓝旺鸡不小心倒过来 也不会伤到孩子 蓝旺鸡低头瞧了某人一眼 魏英子上车后 就微眯着眼睛 兴许是空气不流通 再加上空调的味道让他不舒服 他微微皱着眉头 蓝旺鸡这一看 紧张了起来 魏英 嗯 难受吗 有点 恶心 旺鸡 你给阿线柔柔太阳穴 会舒服一些 对于常年应酬的人 深知醉酒的痛苦 哦 胃也要柔柔 防止他想吐 蓝大哥又补了一句 蓝旺鸡一听这样能让人舒服 毫不犹豫听话照做 柔太阳学简单 那不就是凶吗 莫凶 魏英会不会揍他